在普通人眼中 這裡只是儲存食水的水塘 但在他們心目中,這裡是故鄉 我們也是鄉下的 我們穿在水塘的底下 我們清楚蔓延灣水塘 一草一木都知道在我腦子裡 走的時候看那間屋 我真的忘記了,慢慢走,慢慢走 看著那間屋一直退後 深埋在水底五十年 一樑一柱,一竹一木 封印了上一代村民的鄉壽 像童年冰封在那裡 小時候,往式的生活就冰封在那裡 陸上的話可能已經拆掉了 反而在湖上可能還會保留一磚半瓦 逆地搬村,祖墳、祠墳、祠廟 通通都要遷移 似水流年,唯一不變的 是村民對舊家園的懷緬 是,這條是我們的,這是故鄉 萬宜灣村前村長李國華華哥 每年春秋意濟都會率領萬宜灣村的 李姓後人上山製造 從山上看上去,他們以前住的村落 被淹沒在水底 改變了,做了食水 以前是海灘,是海來的 有些感觸 早在六十年代,香港淡水資源短缺 情況最嚴重的時候 四天才供水一次,每次四小時 為了解決香港食水問題 政府在1971年,動工興建萬宜水庫 位於西貢的萬宜灣村 和沙咀村避水淹沒,成為水底村 雖然舊家園避水淹沒接近五十年 但華哥還記得,以前這條村住了三百人 主要是姓李、姓周、姓曼和姓陳的村民 向下的生活,寧靜和平 我們也有看牛,葛湖那些 也很開心 住慣了這裡,沒水吃不行 改變也沒辦法 上河,下河,這裡有小豬籃 雖然闊別這條村這麼多年 但華哥和他的同村兄弟,明哥和周伯 仍然對萬宜灣村念念不忘 他們嘗試憑著記憶和幾張舊照片 在白紙上還原萬宜灣村的佈局 這條村是我們的廚堂,理事宗廚 另外一個廚廚就是我們的… 家廚 另外房仁的家廚 對,一個家廚在這裡 這裡下面就是一間… 學校 每條學校 其實世界各地都有不少建築物 長埋水底 好像浙江省在1959年 因為興建新安江水庫 已沒了有過千年歷史的淳安古城 也形成了千島湖的獨特景觀 香港水下考古總會主席胡明川 曾經和內地的潛水朋友 一起在當地潛水 意外發現了屬於淳安古城的珍貴古橋 同時也勾起了他對水底村落的興趣 他說想不到香港也有水底村 是很有意義的 我想很多香港人和西貢的人 都不知道有水底古村 在這個萬宜水庫下面 原來我們香港也有水下古村 不僅是千島湖 或者其他國家有水底古蟲 很宏偉,這個龍脈 從這裡開始… 從這裡開始… 這是龍脈 龍脈 從這裡落… 去到大枕櫃那裡 村民對舊家園的思念 令胡明川很感動 在獲得水務處批准之後 胡明川決定潛入萬宜水庫 義務進行水下錄影 抒解村民多年的鄉壽 有一位村民說想找回祠堂 其中一位村民說我昨晚發夢 還夢見以前的學校 我盡力希望跟他拍攝到一間學校 這個會盡我全力 這個石頭對正 下來就是市堂 旁邊那裡一棟屋都是 正式潛水之前要做足準備 82歲的周伯自動請櫻 帶胡明川來到水堂旁邊考察地營 周伯說自己經常都到萬宜水庫 附近的郊野公園行山 感覺好像走近一點 就會跟舊家園近一點 三、四個月進來欣賞一下 開心一下來欣賞一下 只要顧香 翌日老了,走不走,看不見 萬宜水庫水深廣闊 有差不多35個圍園那麼大 除了準確定位 萬宜灣村的舊子有難度 原來找合適的地方下水也不容易 你看見這些路都非常崎嶇 還有萬宇在那棵樹 在水裡凸出來的位置 我們要搬東西走去那個位置 在那裡下水 所以這裡不是一個理想的地方 左看右看 對照番村民之前手畫的 萬宜灣村地圖 他們終於決定在這裡下水 它有些山、營,石頭 它能認得這裡對下就是我們的村 那裡就是池塘 對我們的潛水是很大的幫助 這條路線比較理想 沒有那麼多岩石在這裡 可能會弄穿的橡皮艇 找到的機會很大 可以懷便一下 希望做個成功 希望… 好, 成功 香港總共有十個水塘 為市民穩定提供清潔的食用水 但原來當初為了興建水塘 例如漫移水庫、船灣淡水湖 大潭篤水塘、城門水塘等 至少七個水塘 當地有部份村落被迫淹沒在水底 隨著時間推移 這些歷史印記慢慢淡出 曾經有一條村 這條村被淹沒了 以前原來有人在這裡生活過 其實他們也犧牲了 我覺得很值得為他們留一些紀錄 香港大學房地產及建設系客座教授潘新華說 大潭篤村是香港第一條 因為興建水塘而被淹沒的村落 村落有超過一百年的歷史 但卻有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存在 在雲獻記載到1841年已經有人在這裡住 直到他們搬村的時候 應該是1914年的時候 都是20間屋裡 有70多人 他們是客家人 他們其實都生活得很艱苦 他們冒农、種米 潘新華找不到任何有關大潭篤村的 只是找到一幅接近170年前的畫 為了發掘這條村的歷史 潘新華2014年和2018年 先後跟潛水源合作 希望他們潛到大潭篤水塘的水底 探索這條失落古村的遺跡 找到一些基建的遺跡 例如有戶土牆、有石柱 還有一個應該是一個橋椅裡面的一塊木頭 找到這些遺跡 可以間接地證明大潭篤村的存在 在這個位置 應該可以看到大潭篤水塘下面的大潭篤村 不過現在被水淹沒了 潘新華現在不時都會去大潭篤水塘附近 逛逛 希望可以找到更多古村的線索 他說當初自己被水塘裡面 幾個井吸引著 原來這幾口井 是為了興建水塘的水壩 做地質勘探而建造 井的附近就是大潭篤村為止所在 因為這條村已經淹沒了超過一百年 那些村民最初搬到柴灣 然後跟著再搬到柴灣那邊 找回他們的 這群村民當然不可能 但是他們的後代 我們都是嘗試去找他們 最大的群族是聖宗 但是我們經過這麼多年 都沒有什麼頭緒 為了香港人人有水飲 因為這樣, 不少村民失去了老家 飲水絲緣 這段歷史很值得我們銘記 以前興建水塘當然是有一支紀錄 但是似乎很少講及到人物的參與 因為興建, 譬如水塘 以至他們可能要搬出 真的要離開他們的家園 要去到另一個地方開始生活 所以我覺得很值得記錄這些歷史 當我們看到這麼漂亮的水塘 這麼清潔的水飲用的時候 我們都會想原來 有很多人付出過 很多人參與過 好像是五南六年了, 一九六六 但是還有沒有那些屋劇 應該可能有那些屋劇 六十五歲的勤哥 是大埔區聰貝村村長 他和兩個好朋友大教村村長生哥 和小教村村長明哥 從小就在船灣兩岸居住 後來因為要興建水塘 他們三個人的舊家園 都和西貢的曼兒灣村一樣 被迫長埋水底 好像叫李民虎 李民虎的人很喜歡游水 有一天來到我們碼頭 游到水中央, 覺得這個地方很漂亮 因為這裡全都是山圍著的 就像一個湖一樣 如果把這個地方… 如果是淡水的, 就夠香港人用了 為了安置受興建 船灣淡水湖影響的村民 政府將世代在這裡居住的 大埔綠鄉村民 遷移到大埔區綠鄉新村 船灣淡水湖在1968年建成 是全球第一個在海中興建的水塘 儲水量二億三千萬立方米 現在只會在水塘進入敷水期的時候 才可以看到少許被水淹沒的村落遺跡 可能這些是古種來的 是… 茶壺, 以前針茶的那些 那些壺有水 我們這條倉村應該是魚龍混合的 村民的全輩通常去襯虛 都通過這個水道去的 男性多數都是出海 拿魚, 女性就在家裡耕田 我們這條村的時候很漂亮 都很熱鬧, 尤其是那年 那年每個鐵輝村 每個叔伯兄弟一起燒炮獎 找不到以前我們童年的生活 只有靠我們的回憶, 現在要收拾這些 繼船灣淡水湖之後 政府在1971年又興建萬宜水庫 也將西貢萬宜灣村 和沙咀村的村民 遷移到西貢市中心 舊家園同樣長埋水底 西貢萬宜灣村的李國華華哥 經常會去大埔的綠鄉鄉公所 探望一下老友 這個格局也差不多 華哥, 明哥和生哥是同中兄弟 所以很合謂 他說大家都因為興建水塘 被迫搬離家鄉 很明白彼此私鄉… 有什麼看見, 有什麼反應 有什麼看見 我拍給你們看 師傅, 多拍攝一些 多拍攝一些嗎 知道… 明白 得到水務署的批准之後 村民和潛水員連日四出陷探地營 最後鎖定在這個位置下水 當日的氣溫只有17度 一群萬宜灣村的老村民 和幾位潛水員 早就來到萬宜水庫 整裝待發 最大的困難就是寒冷 因為體溫流失得多的話 都會造成有一定的身體風險 希望可以不用太深地找到叔叔的根 我問了周屋的伯伯 他說竹林有個石砌的圍牆 下面再落就是周屋有一排屋 現在至少我知道的位置 我們現在會跟Eddie先去周屋 潛水員胡明川和拍檔Eddie 都知道村民對他們寄予厚望 希望重建水下家園 所以也不敢鬆懈 我想是否找到我鄉下的祖屋 讓我去看看 還有廚堂, 我們祖先的地方 希望潛水員幫我找出那些學校 好 揹著沉重的器材 背負著村民恩賜的期望 潛水員向水底進發 不過一開始並不是很順利 我在三十多米 呼吸器突然喝下去淡淡水 幸好我有兩支瓶 就拿著另一支瓶來呼吸 還有攝錄機, 有些都出了問題 潛了四十五分鐘 深入三十四米深的水底 被淹在接近五十年的曼仪灣村 逐漸重現眼前 舊家園, 難逃歲月和流水沙石的侵蝕 雖然有淹泥覆蓋 但仍然可以見到老竹林、石柱和圍蝕 印證過去熱鬧的鄉村生活面貌 寬別舊家園將近五十年 原本在岸邊等候的老村民 最後在潛水員的邀請下 決定坐橡皮艇重游故地 近鄉情怯 他們也期望舊家園別來無恙 這個也在我的村子裡 這裡是田, 田 這個位置差不多吧 對… 差不多 如果不是你們那群潛水人員 帶我們來 我們就沒甚麼機會來 身歷其境的地方 好像親身到了自己的鄉下 不過水面就不像 那種感覺就在自己的鄉下 滄海桑田 萬宜水庫平靜的水面 完全察覺不到有村落的遺跡 村民唯有寄望在水底會有所發現 有看到東西嗎?師傅 大約在三十米深左右 摸到一些很大塊、很橫的石 他說有一間石屋很平均 我們以為就是一間柴房之類的東西 在它的位置 就覺得是我們李氏家馳的廚堂 但經過50年, 已經被水浸了 已經沒了那麼久 還有一些痕跡 都是另外的味道 看到那些老村民八十多歲 站在岸邊等我 看到他們的眼神 很開心地歡迎我回來 其實令我很感動 在我人生中 我覺得做這麼多水下考古 這次是最有意義的 竹林 萬兒灣村的鄉親父老 一直都很期待重建家鄉 他們都來到鄉公所 欣賞潛水員拍下的水底片段 連小朋友都覺得很好奇 因為我覺得有點奇怪 對, 村子都被人浸泡 看到新一代仍然心系舊家園 華哥和明哥都很欣慰 雖然整條村大部分都被淹淹淹 村民只是隱約認到祠堂和豬欄 但是明哥也希望 這些水下光影 可以永存子孫的腦海之中 你告訴我, 和我自己深深地看到 對, 你告訴我就是一個形象 我看到一個實象 希望他能完成我們的子孫 記得還有一條村 他看到明白就有印象了 不明白我就再解釋一下 樂業歸根, 老村民時刻緬懷的舊家園 被迫永遠長埋水底 喝水師園, 他們也希望下一代 銘基滴水之恩 很多人不知道政府做這麼大的水堂 有否有這麼多屋子在下面 很多人都不知道 都不明白年輕的那些 老的那些有些就走了 給全香港人看看 什麼 謝謝 請 感谢观看